這個胸針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銷售 都是穿西裝 那我是希望說 胸針別戴西裝外套上面 然後燈光照下來 閃閃發亮 然後也可以讓自己戴 吸睛 對 吸睛 然後也可以有祝福 然後有蒙福的那種氣場 好 所以當時為什麼會 被它所吸引 因為它這顏色雖然很深 很暗 它就是讓我也是一眼 就被它吸引住了 它有幸運草的那個圖案 就是幸運草的圖案 對 有 它的五朵花 然後中間一個 一個圈圈藍色的這樣的寶 然後有幸運草的那種象徵 Kindy你會跟David去逛浴室嗎 現在比較少 對 那以前會跟他去逛嗎 會 多少都會 可是現在好像 買到的比較 我們經過看到比較沒有感覺 就不會下手去買 對 就是好東西可能都變成 對 比較少的 好 所以這也是一眼就吸引你 對 他說是幸運草的圖案 幸運草 所以他帶給他很大的幸運 對 那時候買多少錢 那時候我買三萬塊 唉唷 不便宜 對 可不可以現場別起來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 他說他別起來之後 他的業績特別好 到底 只要被人搶搶滾就對了 為什麼一個寶書會影響到這麼大 有時候 是不是特別吸睛或者是 對 或者是 無形的力量 但有信心 你而自信 對 看起來雖然很花瀟 但戴起來 對 它很典型的就是 有五個人所謂的叫做 這個油青種的翡翠 蛋液 它這個是油青種 對 很典型的油青種翡翠 是玫瑰金 然後他用玫瑰金的做 然後像很多彩色寶石 戴這個別針之後 這個態度 他們這樣的人 戴什麼都漂亮 真的戴什麼都好 當然是買這麼貴 你說油青種 典型的油青種 那這旁邊香的是 香的是各種顏色的鋼玉 中間一個藍寶石 然後再配鑽石 這邊是藍寶嗎 對 藍寶 那藍寶代表什麼 這個藍是代表水 水帶柴 對不對 真會形容 然後而且柴它是五路柴神 一直轉 一直來 他這麼說 因為他只是看到幸運 你看到五路柴神 你真會做生意啊 來喔 我們 我們來見獎 請見獎 七萬元 好 好 太開心了 快 業績丁丁丁丁丁 光光這兩個物件 你就轉翻了 我就轉到了 太棒了 買得很好啦 如果我們要做生意的